先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黑名单定义成一个名称 以后这个名称 这个范围就叫黑名单 那怎么样定义名称呢 第一个喔 特别注意 游标请你先切到黑名单的工作表 二的话 游标一样放在A1上面 就是它定义名称的话 包含它的名称跟它的范围 那名称在上面 范围在下面 OK 那怎么做 请你Ctrl Shift 向下 不过前提是你Shift 要有作用 然后投一下啊 有作用 正常情况下啦 OK 那特例的话 可能就是 像我记得好像就是有Shift 有两边嘛 可能就是有一边不要被锁住 一边是开的 其实就锁一边 这样一边比较没有问题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找到那个 有一个叫做公式 有没有 公式这个面板 再找到那个 从选举范围建立 从选举范围建立的话呢 找到顶端列 意思就是说 我的名称在顶端列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建立一个名称 叫做黑名单 按确定之后 请你切到那个名称管理员里面看一下 名称管理员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黑名单 上面是它的名称 下面是它的范围 OK 那如果范围呢 将来有变动的话 你就再去修改 要不然的话 如果你不想修改 你干脆整栏选举算了 A 帽号A 那这样的话就选整栏也可以啦 比如你将来 那一栏的资料会变动的话 那选整栏也是一种方法 好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我们刚刚不是在建立那个conif的时候 那不是要选这个什么 range 我们是选到黑名单 然后在什么A1 向下 这个时候都不用了 Range你直接按F3 记得哦 是F3 它会跳什么 跳一个黑名单的名称出来 那因为这个名称就代表什么 那个范围 所以以后哦 就是用什么 记得按下F3 在这边哦 按下F3 它会跳一个清单 那你就选黑名单 按个确定之后就OK了 那这边就变黑名单 那这个黑名单呢 指的就是刚刚那个范围 你可以看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只是说呢 这个大概相对的变简单 你可以自己打黑名单三个字 或者是F3 不过习惯按F3 那这样的话按确定 就OK了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哦 它的公式变得很简短 你就不用再去选了 以后就用名称来代理就可以了 那第二个的话 这个还有另外好处 就是如果你 再把这个公式放在VBA里面的话 哇 那更简单 因为VBA里面很多 之前要改R1的词 现在都不用了 双引号也不用了 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跟VBA凑在一起的话 什么都不用改 就可以完成了 OK 所以跟VBA搭配 如果用名称更简单 后面会提到 只是先跟各位讲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用名称的方式来做的话 其实会让公式啦 让整个流程很淡一些些 那这一题大概就先讲到这里 待会的话 请各位 再开启那个 我们的练习题 就是叫什么呢 乐透彩 有没有 中奖几率统计这一题 所以待会这一题 那个黑名单筛选 就先把它储存 把它就存成那个 起用聚期的活业簿 关闭了 OK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那个 就是乐透彩这个 那我这边呢 只有列了101年 跟102年的 中奖的资料 那我要知道什么 如果想要知道101年 跟102年 到底哪一个号码 它出现的几率最高 出现几率最高 而且呢 把那前七名的那七个号码 帮我列出来 因为等一下我下课 我就要去投注站 买一个号码 但是我没有参考依据的话 那我就拿 选了其中两年的 但两年可能不够啦 也许不然你就把全部的 资料全部拉下来 其实这个资料很好找 你们就Google一下 找乐透彩 历年的资料都有 后来改成大乐透 本来1到42号 现在1到49号 网路上资料都有 所以如果你希望一键按下去 自动把所有的历年来资料 抓下来的话 那再来统计 其实会更 怎么样 更有那个参考价值 所以 请各位先把黑名单部分 名称先做好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101年 也是用名称好了 待会101年 102年 我们一样用名称来代替 那这个规则很简单 就是说 101年 他每一期呢 会出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呢 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 一期就是七个号码 所以一期七个号码 那总共的话呢 在101年的话 Ctrl向下 他有一百列 减掉第一列 总共有99期 也就这么多号码 所以99乘上 七个号码 就是101年开出号码 有没有 七个码 99 总共一期的话 101年总共开出来的号码 总共大概就是 几个号码 七个码 乘上99 693嘛 对不对 反正就这么多号码 那我想要知道 这么多号码里面 1号开出来的次数是多少 但我们不是要次数 要几率是多少 哪一个几率最高 然后呢 102年开出来哪一个号码 所以呢 统计分析里面101年的几率 102年的几率 那我希望显示出来的格式是万分是多少 比如说1万次它出现几次 所以 可以是 我希望是万分是多少 可以有个分母分子的叙述 格式可能帮我改一下 那这个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 也许稍微了解一下题目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针对 之前学过的 其实这一题很简单 只要用Counts相关函数 就可以搞定了 只是说排名的话用Rank OK 最后当然我也会希望说 把这个最后一键按下去 自动完成 不过这一题可以不用录制聚集 直接用VBA输出就可以了 有四个栏位 一个回圈加四行乘式 自动就可以把结果输出 我刚讲过 你可以定义成名称 再配合VBA 乘式非常简单 因为贴贴贴就好了 OK 请各位先把那个黑名单筛选 试一下 再来就是那个热透产 好